各位好,我是王仲龍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3DS版勇者鬥牛龍11代 季球王日施工的實況錄影 在上一次的實況中 我甩開了迪卡達的後面螺絲的追殺 成功的搭船出海 那麼這一次呢,我想先看看 海上的其他地點吧 目的地是右上角的那個地方 不過因為坐船之後可以去之前去的地方 所以我想先去一下看看 妖怪閃 不錯喔 冰劍的效果對海上的這個妖怪閃非常的好 西比亞升到19機 卡密歐升到22機 可以回到之前的村子看一下 這都是以前的敵人應該都可以一擊必殺吧 不會有什麼難度 送我藥草 送我藥草 啊,回到西村 還是那樣子 哪,なんて一人 勇者というだけで 龍ちゃんの故郷をこんな風にするだなんて 啊,好,好淒慘啊 就只是因為是勇者 所以居然就把中榮的故鄉 變成了這樣子 離開了 不許可憐 離開了 不可原諒 哪,不許可憐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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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經過了多少時間了 自從跟你一起旅行之後 這裡跟那時候一模一樣都沒有變 那流,出來的了嗎? 現在是全身有的了嗎? 後ろ振返,前進吧 縱容,雖然我想你應該很難過 不過如今只有繼續向前走才行 不要回頭,繼續走吧 龍,縱容,しばらくここに行ってもいいのよ 私達はあんたの側にい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けど 你要但是留在這裡也沒關係的 雖然我們只能夠陪在你身邊而已 ここは龍様が16年間育った村なのですね わかりますわ 何もおっしゃらなくても 這裡是縱容你住了16年的村子嗎? 我一看就知道了 就算你什麼都不說 村子還是一樣 睡個覺吧 既然回到老家睡個覺 因為有點感冒的關係 講起話來有點沙啞 好,這樣子魯拉應該就一溪村了吧 有 然後是叠卡達城鎮 區區的多拉奇不足微距 我應該可以用拖黑螺絲 還不行嗎?還沒削到 因為覺得實際的用處不大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點這個技能 那我有剩水嗎? 那我有剩水嗎? 好像也沒有剩水 有,有兩個 〈龍九的住宅〉 見て過關場 おいおい これ辺地は用心して進めよ 俺達到處に出過 お尋ね物だ不過 忘れたわけじゃない おい どれも小心 應該不會忘記 我們是被透氣了吧 火痛光射凌湯が冷めるまで 等事情平息下來之前 最好是不要接近疊卡達成 會對我們來說比較好 沒關係 進去就對了 先到下城去吧 疊卡達成正 看來跟PS4版不一樣 PS4版的話 在這個下城也是有一個弩拉點 可能是因為玩2D版平面版的關係 沒有那麼必要的 射那麼多的點 因為玩平面版的走得蠻快的 一下子就走到了 玩像PS4版的話 螢火也是一個弩拉點 我上機了 上到了22級 3點的技能點數 看看好了 有6點了 6點 我想這邊雙手見的都還不行 這個也差2點 好吧 西畢亞有9點 龍斬穴道 攻擊力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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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的都沒有什麼 魅力加10 可以讓迴避率大幅上升 可是都沒有辦法學 攻擊力加6 攻擊力加6 金屬斬 喔 太好了 金屬斬 那先學這個好了 哎呀 要10點 好吧 速蹲拐 速蹲拐 對對對 指引教會 PS4版 也有個魯拉點 不知道在3DS版有沒有 有 太好了 這樣就補了一個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叢林有的 也是有一個魯拉點 不知道在3DS版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好吧 這樣的話 先回大陸內陣 從這裡出海 適折獨 老巷 黑珍珠 臭火 眼 蝴蝶的羽毛 应该不能说蝴蝶的羽毛 蝴蝶的翅膀 魔法老头逃走了 先到这个市镇去吧 这里就是索提科镇 もしかしてシルビア様をお探しですか 先ほど町の入口に差し掛かったところで お花を摘んでくると外に出て行かれました 你要找シルビア様はお花が好きなのですね 听他这么一说 我才想到市镇的外面的确开了很漂亮的花 看来シルビア他很喜欢花呢 謝那说了 同じ海沿いの町でも ダハルネの町とソロティコの町は ずいぶん雰囲気が違うな こっちはいわゆるリゾート地ってやつか 虽然同样是沿海的市镇 不过ダハルネ震和索提科镇的气氛 差的相当多 不过这里就像是观光地吧 这里就是所谓的观光地 そいえばソロティコの町には カチノガアルラシナ キハラシネイテミチミチャトウダ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在索提口证中好像有赌场 要不要去抒解一下心情 このソロティコの町は 富豪の人たちが多く住んでいるみたいね 町の作りを見ればなんとなくわかるわ 这座索提口证 好像住了很多的富翁了 看到这市镇的容貌 我就能够感觉得到 毎日これだけの景色が 眺められる場所を お金持ちが独り占めしたくなるのも まあわからないでもないわね 有钱人想要独占 这种每天可以看到 这么漂亮的景色的地方 这种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了 蛤 索提口证 有看到带着七彩树枝的商人 去呢 吉野哥 吉野哥 吉野哥老爷的房子去 好き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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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大きな 重点 重点 我要先解決任務 要找一個 什么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 在哪里 中年男子 お前蛇 い い い 一些不重要的訊息我就懶得翻譯 不是很重要 在北邊有個只有女孩子的學校 就是女校就對了 紅色珊瑚 在哪裡 中年男子 哪個叫做什麼賽頓還是什麼的中年男子 這個老頭說他喜歡兔女郎 這傢伙是舞女叫做丘莉 海上有大張大霧 應該不會藏有什麼東西吧 前一陣子結婚了 然後是在這裡蜜月 如果在這裡買一間房子當作新房 兩個人的新房子也不錯 挺有錢的嘛 所以這裡有運河 然後運河的開關就是這裡 有的運河就可以 出到外海去了 啊 不知不覺要接任務 他說要幫他拿回黑胡椒 他的黑胡椒被康達塔團 搶走 好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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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岩石 你好,旅行青年 學會了可愛系列的配方 小徽章 這個調查鏡子都沒有什麼訊息 一千三百塊錢 受到錢幣所愛的男子 受到錢幣所愛的男子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稱號 可惡啊 鐵技 第三章 我這樣是不是已經漏了一張了 所以他為了要學錢幣的猩猩的雕塑 方式而來到了女校 結果因為是女校的關係 不許男人進去 他就被阻擋在外 只好落寞的回去 這間飯店還蠻大的 不對,這不是飯店 這只是米飯而已 這邊居然有方式 一千拳都輸在賭場裡面 那邊 到底深屍在哪裡啊 這裡的水門 這裡的水門是由雞野狗 雞野狗老爺所控制的 嗯 哎,就是這個了吧 沒錯,我就是找你 給大家看迪安娜的信 嗯,迪安娜的信是什麼呢 醫生好久不見了 以前 自從上次拜託醫生之後 就一直沒有聯絡 真是對不起 我總算把錢籌出來了 希望你幫我治療爸爸的腳 拜託你啊,醫生 請你來的 請你去達哈路那一趟 去治療他吧 期待您的回信 所以 這樣子啊,迪安娜並沒有放棄要治療她的爸爸 其實呢,我的職業是醫生 迪安娜不知道從哪裡聽到我的風聲 然後就來拜託我要治療她的爸爸的腳 但是當時我沒有辦法治療 因為要治療她爸爸的腳需要很大一筆錢 所以呢 我就聽說迪安娜她放棄了 高點師傅的工作 好去做一些收入比較好的工作 為的是要治療她爸爸 但是,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治療她爸爸 這封信你拿給迪安娜吧 這封信你拿給迪安娜吧 這是一封很重要很重要的信 好吧 他沒有辦法治療她爸爸 然後反而要我把一封信交給迪安娜 這就是這個任務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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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隔了這麼多 這是邦德縫地方 好吧,那就直接跳到 好吧,那就直接跳到 打哈魯內陣 去找迪安娜 啊?不只迪安娜 她故意回來了 迪安娜,你大事的話 有所謂的事 迪安娜 迪安娜跟我說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來了 話は全て迪安娜から聞いた 親父の足の治療の話も そのために パティシエの夢を諦めたこともな 然後呢 我都已經一切的事情 我都聽迪安娜說了 不管是她要治療老爸的事情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 而放棄教典師傅的夢想 這些事情 我都聽她說了 為什麼 迪安娜 要為了這個 一直以來都忽視我們 連封信都沒有的老爸 迪安娜為什麼要這樣犧牲自己呢 蛤? 不能治療爸爸 到底是為什麼呢 好吧 就把賽頓給我們的信 交給他吧 這不是賽頓先生給我的信 我聽說 寄信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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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信 是爸爸 怎麼會呢 為什麼我的爸爸 我們的爸爸 會寄信給賽頓呢 波賽頓 海神 不然怎麼樣 先看看信吧 醫生你好 我聽說 我的女兒迪安娜 為了要治療我的腳 所以去找你 我說老師 如果迪安娜 要為我用錢的話 就請你把那份 把她的錢都退回去吧 然後 把寄信裡面的支票交給她 叫她去追逐自己 要成為高點師父的夢想 就說這是我說的 這張支票的錢 是我知道她要追逐自己想要當高點師父的夢想之後 她命的照顧馬所存到的錢 我是個很差勁的父親 我是個很差勁的父親 如今管怎麼做 他們都不會原諒我的 我知道 不過就拜託你了 醫生 原來是這樣子 爸爸全都知道 我以為 他已經完全忘了我了 爸爸真笨 都因為爸爸 因為爸爸的關係 讓我又想要開始去追求 我原本已經放棄的 要當高點師父的夢想了 我原本以為 我們這個家已經十分無裂了 但是其實都還是為 都還是為了各自在著想的呢 為什麼要繞這麼一大圈呢? 有才先生 因為你所帶來的信 讓我們的心能夠連結在一起 謝謝你 這是我的謝禮 請收下吧 這是他們的小徽章 也解決了這個任務 爸爸等他放心 我也聽說了 沒想到那個老爸居然會為了迪安娜而存錢啊 但是我並不打算原諒爸爸 我的家人就只有迪安娜而已 不管是過去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 如果迪安娜 他一定要的話 哈哈哈 講話頓頓吐吐吐的 明年 去參觀 去參觀 法里斯杯的時候 就到 莎瑪迪去看一趟老爸 也可以啦 所以 還是被他的妹妹給打動 被他的妹妹還有爸爸的那封信給打動 也不錯啦 又好的結局 然後繼續坐船吧 然後繼續坐船吧 麻痹水母 送我滿月草 這裡有個銀火 然後這邊應該是 迪卡達神殿 然後有個漁夫的家 賭血 冰血 女婦的家要乳拉點嗎 看起來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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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可以 好 哎呦,暗掉 哎呦,不小心走出去 这个池塘已经密码地进去了 门紧紧地关闭着 进不去 但是有五号点吗 也没有 好吧 那就照原定的计划 到东北方的邦德峰去吧 东北方的邦德峰地方 骂满 暗鱼人 他干掉 滑着滑着,就下鱼了 这张应该叫什么 引诱恶魔光束吗 恶魔的引诱术 还是叫做恶魔魅惑术 海上有一道光柱 但是目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内基拉玛 37 火焰斩28 恶魔诱惑术 这一带 路面都是礁石 没有办法上路 我应该把CPR换下去 用卡没有可以 使用回力镖 打一半的敌人应该会比较方便才对 好,就这样子 跳一次 預伏 一路 一路 三路 三路 四路 我准备了 对 只要在此旅程中移動時,宿舊會有空,所以船會休息。 呃,旅行者,應該說旅客吧? 呃,旅客,相信你們經過一陣長途的船旅很累了吧? 順著這條路往下走,有一間旅館,你們可以在那裡休息一番。 十四塊錢,魔法勝出。 這塊幫德縫地方過去,有一座美麗的王國人稱花多。但是因為遭到魔物攻擊而滅亡了。 今までこそ,この港も雛びた様子なが,当時はデルカダールのような大国との架橋として栄えていたそうだぜ。 這座港呢,雖然如今已經是相當的蕭條了。 但是當年啊,可是作為與迪卡達的那樣子大國的橋樑,連接橋樑相當的繁榮。 所以,這座海港以前因為是與各國通商時畢竟的港口。 當年是相當的繁榮。如今,因為已經沒有什麼船來了,所以就蕭條下來了。 世界中の人々を笑顔にする。それが私の目標だから。旅芸人としていろんな場所を旅してきたわ。 我要讓全世界的人歡笑。這是我的目標。 所以,我這個旅行一人旅行的各個地方。旅行過許多地方。 その旅の中で学んだことはね。 知らない土地に来たら、とりあえずそこに住む人たちの話を聞くこと。 我再旅行到、學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來到了一塊陌生的土地。 就要先跟當地的人說說話。 そうそう。 行くのは地方の北には人が集まる大きな街があったはずよ。 そこに行って情報を集めましょう。 對了。 在有古諾阿地方的北邊。 有一座具有人潮的大市鎮。 就去那裏打聽一下消息吧。 ユロニカは何? たくさん兵士を集めて龍を捕まえようとするだんもん。 てるかたある王国も本気ってわけね。 てるかたある王国も本気で守るだけよ。 リュウはこのヴェロニカ様が守ってあげるから安心しなさい。 既然如此。 なあ、おーむ。 ナーメン、 ユロニカ様なんですよ。 じゃあ、おーむ。 あの、おーむ。 おーむ。 せーからね。 でも、あんたに、いんあいとぼうどしているから心配道。 そっちもちゃんと守れる努力をしてよね。 不過你還挺讓我意外的 居然老是在發呆的樣子 好擔心你 讓我好擔心你 你要自己好好努力啊 做好讓我們保護的努力 虹色的枝を買ったという証人は パンデレフォン地方へ向かった アリス様はそう言ってましたよね 聽アリス先生說 那個買下了七彩樹枝的商人 是來到了邦德峰地方 まだ情報が少ないですわね とにかくいろんな場所へ行ってみましょう 何かわ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不過我們手上的消息還太少了 就先去一些地方找找看 打聽一下消息 也許就會知道些什麼事情也不一定 這是謝娜說的 好那就往上走吧 上面有一個旅館 就是這個了 那右邊是什麼 殺人爆跟魔法七彩啦 看來就是丘陵帝树林 銀陵帝树林 這裡有礦石 銀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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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治療草 一個寶箱 1500塊錢 哇 拖起舞 沒啦幹掉 幹掉 殺人爆結束了自場戰鬥 殺人爆送了寶物 魔獸皮 蝴蝶翅堡 好吧去旅館吧 魔法七彩他跑走了 有狗有馬 還有羊 不對這是牛 旅人さん 行先先 天気がどうなるか知りたくないかい 這位旅客 你會不會想要知道 接下來的天氣會怎麼樣呢 この牛は天気予報士 天気予報士 天氣予報士 但是他把 預報的報 那個後面的尾音 U給分開來了 跟牛結合在一起 所以變成天氣預報牛 這隻牛是天氣預報牛 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能夠預報天氣 おや どうやら旅人さんも 天気予報の 素質があるみたいだね お 看來 旅客 您也是有著 預報天氣的資質 じっと後ろ目を 見つめてごらん そうすれば あなたも天気予報が 覚え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よ 你就好好地凝視 這隻牛的眼睛吧 這樣子說不定你也會 你也就能夠天氣 你也就能夠預報天氣了 也不一定 哦 可以 已經可以預測今後的天氣 雪惠的天氣預報 得到了新的稱號 押忍 太很乖 enfor 操縱 對 打 敏 你 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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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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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会聚集的尼尔森旅店 帮德尔森地方很宽广 就现在这间旅店 恢复一下疲劳 再出发吧 这个大陆上 曾经在这个大陆上的帮德凤王国 是迪卡达的英雄格雷格将军出生的故乡 但是因为受到魔物攻击 在三十年前左右就灭亡了 诞生了英雄的国家 真希望我能够亲眼见识一番 过去这块土地上有一座王国叫做帮德凤 这个王国是个大国家 足以与四大国并立 相提并论 可是因为受到魔物攻击的关系 国家在一夜之间就灭亡 目前 剩下一堆的废墟 完全看不到过去那光荣的身影 而在这块土地上灭亡的那些人的灵魂 死亡的那些人的灵魂 因为极度的悲伤 而无法回归生命大树 也就是地府灵的意思 因为太悲伤太伤心了 所以选择了不回去生命大树 而滞留在这块土地上 失去了祖国的悲伤 无法保护祖国的悲伤 因为这么样的深层的悲伤的意念 这些失去了去处的灵魂 就变成了叫做不死人的魔物 不死人会在晚上出现 他们心怀着无法实现的 复兴祖国的愿望 而不断地在这块土地上游荡 与行的朋友 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情 你可以让这些 化成了不死人的人 能够安息吗 干嘛这也是任务 让他们安息 好吧 让他们安息需要有联系祭 神圣 圣祈祷 圣祈祷 圣祈祷是要我跟金法的女性 合作才能够使用 晚上去邦德逢的废墟 使用圣祈祷 打倒不死人 让他们安息 这就是我这趟任务的目标 好吧 生命十一 要变合宝箱 看到宝箱就不能放过 小徽章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在 荣者兜荣 看到风车 以前好像没有风车 我在刑伤的过程 在路上 发现了这间旅馆 方便不嫌弃的话 我就把我的 兜售的东西 分给你们一些吧 是应该说分吗 就是要卖给 卖我们他兜售的东西 好像也没什么好买的 黄金托盘 谢娜可以装备 加4点 给CBR好了 就这样子吧 你知道这间旅馆 为什么叫做尼尔森旅馆吗 知道 选知道的话 他就会说 过去 有个 过去传说勇者 他的伙伴 有一个 人叫做尼尔森 他是一个战士 这间旅馆就是 取自他的名字 北边的邦德逢王国 虽然如今已经是个 废墟了 但是 但是 那个王国 就是尼尔森 所建立的 是有着 是有渊源的王国 上等妖草 遥远的故乡 帮德逢 过去 曾经存在的大国帮德逢 是由一位 人称黄金 狮子王的年轻民军 阿瑟所统治的 阿瑟王 是个 是个 培育了优秀的士兵 以守卫民众生活 并且建立了强大的骑士团 以民众为第一考量的 受人惊仰的国王 但是 国家的 龙井 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有魔物突然出现攻击的王国 虽然阿瑟王率领着骑士团 前往抵抗 可是 虽然 一切的 攻防都白费力气 王国就此灭亡 而 魔物呢 据说 据说魔物 是因为害怕邦德逢了军事力而攻击的 但是真相如何 没有人知道 因为害怕邦德逢了军事力 所以攻击 但是如果害怕军事力 他怎么敢攻击呢 真是迷 所以 所以是偷袭的手段就对了 悲惨的 灭亡的王国 他的那边的 王国的遗迹如今 似乎还听得到 阿瑟王 他遗恨的声音 那场悲剧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 要到下一座市镇 还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就在这间旅馆 好好地休息一番 然后祈祷吧 所以这个修女士帮我记录了 我想要知道邦德逢的历史 所以就去西北方的王国的遗迹调查 可是 我就在那里发现了 一道门上 画有着奇怪花纹的红色的门 根据这本书所说 那个花纹的门 是要用魔法钥匙才能够打开的 魔法钥匙在哪里 这种事情你就自己去找吧 新的发现可不是一处可击的 新发现可不是一处可击的 他的意思就是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新发现也不是一处可击的 黑方书 学会了当系列装备的制作方法 我的祖国邦德逢 有着美丽的田园 还有 单纯的人民 叫做单纯的人民 善良的人民 是个正义与信仰的国度 是我的故书 王室所相传的 子宝珠 将会 将会照耀出永远的和平 啊 愿邦德逢永远荣耀 这首歌是 过去在邦德皇王国中所传唱的 国宝 子宝珠 据说如今 仍然沉睡在那块土地上 死宝珠 死宝珠是吧 好吧 这一次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应该睡到晚上才对 要去接那个任务 那个任务 那个任务 引导极乐 好吧 就是超度的意思了 那么这一次就先玩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欣赏